周深的发歌速度有多快呢? 可能当你上一首歌还没有学会 或者还没有记住歌词的时候 下一首歌已经来了 更有甚者 当你在期待过几天要发布的新歌时 就会发现突然掉落另一首新歌 这就是周深发歌的速度 今年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发布了24首新歌 在欣赏周深发布的新歌的同时 也不难发现 他一直都有参加各大晚会 那么短时间内 他是如何做到保质又保亮的呢? 这个答案终于揭晓了 歌曲《夏日有晴天》的词作者 王学也给出了答案 作为歌曲的制作者 他有幸参与了周深录制歌曲的全过程 并且在新歌MV发布之后 连发六条微博 为我们揭晓了周深 为何能频频发新歌 却又做到质量上乘的原因 发歌速度快的原因 一般来说 一首歌曲的录制工作需要一到三天来完成 紧说歌手的近篷录制部分 牛的歌手要三到五个小时 拉胯的那就要以天际了 后续还有修音 补录 调整等等工作 是个辛苦差事 然而 周深在录音棚完成一首歌 是不到两个小时 并且在半小时完成后面的工作 也就是两个半小时 周深已经交了一份完整的 带备份段落的 修音完成的音频 这也就是周深能够做到短期内接连发歌的重要原因 接二连三的发新歌 但是又没有让人产生疲惫感和廉价感 这就是周深作品的魅力 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因有三 对歌曲有自己读到的见解 适时提出意见 最了解歌曲想表达的感情 除了词作者 曲作者 还有演唱者 他们每一个人对这首歌都有着自己读到的见解 同时在编这首歌曲的时候 也会有考虑不到的一方面 如果演唱者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话 很可能会失掉自己的特色 周深在录音的过程中 就很委婉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适当修改 这样出来的作品 既适合周深的风格 又不失歌曲的内涵 一举两得 对歌曲理解充分 能随意随时天光家彩 小深深在第一次录音时 是第一次哦 就能把段落情绪掌握得很准确 根据王学野这句话 我们可以得知周深在录音之前肯定做了不少功课 才会如此准确无误地把握歌曲情感 此外 能在短时间内设计唱段 也是最有力的证明 深深立刻表示OK模的问题 然后跟伴奏就指一遍 就自己设计出了中间即兴的那部分唱段 有固定的合作伙伴 沟通方便 在王学野与网友的交流中 也不难发现 周深有自己经常合作的录音老师 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工作 彼此熟悉 要表达什么意见 对方可能很容易理解 其实实力才是硬道理 有实力的人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并且获得他人的认可 周深的实力毋庸置疑 他的歌曲质量也是有目共睹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